大家好,欢迎收看《楼市事件》,我是主持人几烈 先看看最新一期CCL,报159.76点,按周跌1.57%,创263周升低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施生和中原财务董事总经理梁利宗先生梁生 和我们在这里谈谈,两位你们好 大家好,施生好 CCL在2021年8月,攀上了高峰191.34点之后,转转了一个回落 2022年初,报186.19点 今年暂时累计跌幅已经超过14% 施生还预计全年跌幅有机会超过良成 大部分做了高承受按揭的业主 其实他们都即将成为了负资产 听到负资产,很多人都会很害怕 尤其是对心理因素影响更加大 其实真的需不需要担心 会有参加联储的情况出现呢? 香港的银行其实很少负资产 尤其是住宅楼宇 只要你有供楼 但银行就不太计划 你是不是负资产 除非你停工 他就可能被逼要卖你一层楼 银行才会比较紧张 你放在他做按揭 那些资产可否抵消他借给你的钱 但对于一个小业主来说 负资产都是一个很大的 生理上的挫伤 本来他借了九成的 一千万的楼 他自己的身家都有一百万 如果你说楼价跌了15% 他就双银行九百万 层楼卖出就只有八百五十万 那你还要贴多五万元出去才卖到楼 负资产就是 如果你被逼要卖楼的时候 你要存钱买楼 很多人都是存钱买楼 买楼要首期要自己付 但如果你负资产 即是你卖了一层楼 都不够接近银行的洞 那你就要抬钱上去熟悉 所以变了損失 一路增大 如果继续跌的话 财富就是零 这个会影响很多人的消费意欲 再投资能力 对社会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我同意施生说 负资产的心理因素很大 因为你个人的资产值好像蒸发了些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 现在出现负资产的情况 都是一个数字问题 因为施生你也知道 很多年前的负资产 一路是很危险的 银行就说要找负资产 那时候我们主持人比较年轻 可能他不过记得 未必能感受到 那时候是因为很多借贷 就是用资产增值再借 一层楼买之后 再借第二层楼 再借第三层楼 那时候银行很多时候 是用一些 投资额贷款 这一类贷款 除了自住那层之外 其他那些可能都是投资性的 银行就会有一个 定期检讨风险的计划 一般是一年最低限一次 有时两次 严重的时候是一季一次 那就想想 譬如你上一季没有事 我们计算一个数字 特别是Lone to Value 即是你欠款 即是你一个欠款 对你最新估值的比率 刚才所谓的负资产 就是你欠款是多于估值 即是100或以上的负资产 在这方面来说 如果楼价跌了 那你就会变成负资产值 如果你是那类贷款 施生在银行的条款 就会一段时间重新检讨 等不到 就要参照 对 到期 理论上你要还款 要还款 或者要改一条负资产值 即使负资产如果你不需要卖 你生活上是没有改变的 你变成负资产就是住那层楼 有资产就是住那层楼 你自住有资产也不会卖 所以如果纯粹只是 价格波动短时间的话 就影响不大 另外负资产 施生我发觉最近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近这几年 我们都知道 香港政府有按揭本计划 它是推人液按揭的 有时的计划很好 它退休的时候 就让那层楼有一个正资产值 去做液按揭 就帮助退休洗肺 但如果楼价下跌了 就要负资产 你就难搞了 就借不了 换句话说 如果负资产来说 对我们的人退休 譬如中产 或者拿一层楼退休 就真的不是那么理想 说一会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数字 就不算多了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 究竟这群人公不去那层楼 我其实担心 先生你觉得现在的就位情况 会不会这么好 你说他不供下去 可能他没有份工 所以如果撞着经济不景气 失业率上升 供楼的人 我说银行有得供不追你 你一停供 他就会检讨你的贷款 他觉得有危险 未到负资产 他都可能要逼你 这里我想提醒一些朋友 就是刚才先生说得对 银行条款就是 如果你所谓英文叫Default 你突然供不到 他就有问题的户口 就重新检讨 有时你的户口有钱 或者刚刚忘了调度 近期不是常常加息的 用一些叫Hyperweight 以前上一个月功德 某个银行划 然后加了些少许 你不知道 你刚刚负口不够 他就可能 你不快点入钱 他就勿势去 去检讨户口 大家要特别留意自己 供楼户口的存款 不要被人说捉到你不够,重申检讨,那就麻烦一点 刚刚梁先生你也提到,以前有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你就是说,好像97年金融风暴,或者03年SARS期间 其实现在的楼市和按揭市场和以前再一个比较有什么分别呢? 你刚刚也提到一点,有什么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呢? 简单来说,很多年前的资产借贷,其实这个就没有了 金融风暴,很多年前已经是不允许资产借贷的了 我们的英文是用现金流借贷,就是计算了多少入息 而且先生,最近很多辣椒,过去很多年,政府都透过辣椒联肯的楼市 其实辣椒当中不少都是批是很困难的 好像是找一些有能力的人去批给他 现在卖楼市的人,很多部分都会供得起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 但是呢,刚才先生提到的点是,为什么仍然有负资产呢? 就是有两类客人的 一类就是一些叫做买年轻人上楼,用按结本计划 那些是借到九成的 如果楼价跌了,那些数字就一定是负资产的了 如果你超过跌了10%,你借到九成的 另一种就是一些银行的员工 一些大机构员工,那些就有机会 但是那些如果供得起,就问题不大 主要看到这一排那些供楼人士就不太多是炒家了 理论上就跟以前就未去到那一条链式的那种 现在如果说供楼的形势就没有九七 那时候这么严峻 因为现在就有压力测试 有三个百分比,有些时候按揭的利率都是两两厘 压力测试都三厘 就是说很多人是供得起有余的 如果公息的能力是原本公开的整倍 所以就不容易说会断供 现在的问题反而是价格 如果你只是一个周期性的回落 十多百分比,又上升 那当然不需要害怕 问题是最近的楼市跌幅是加剧了 政府经常拿着过去的数字 就觉得楼价是跌得很温和的 就不需要那么担心 但如果我看回十月份之后的数字是跌急了 好像这两个星期 每个星期都跌1.5% 一个月当它四个星期都要跌6% 你刚才说年初到现在都跌了14% 跌一个月就跌到20% 跌到20%又触及另一条临界线 即是借8成的都可能跌下负资产 我自己觉得市场就是跌势已经形成 一旦形成就会自我完成 即是跌了 很多人怕买来会吃虧 或者迟些会便宜些 所以他们就不敢日市 延后日市 另一方面 持有超过自住需要的楼的人 亦都可能想退一层楼出来套现 因为现在加息 一收息有整四厘 几个月就四厘了 好过投资买楼很多 买一层楼 只有两厘楼、三厘楼 豪宅就只有厘楼 我不如买到楼收租 所以加息的情况下 即是买了楼收息 加息的情况下 有些买开楼收息的人 即是收租的人 是宁愿收息 我都知道有些 长期在地产投资方面 存了一堆货的人 最近都有减持 反映资金可能离开市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 金管局其实是正确的 将压力测试由3%降至2% 即是让资金容易入来一些 政府亦都可以考虑 譬如烤辣椒 不早有这么多妨外资金入来的手段 我认为可以考虑 恢复投资移民 人又要钱又要 才可以补充之前的流失 另外 我认为还可以考虑 其他世界各地都有做的 就是让人用强积金 退休金 如先拿部份出来买房 因为退休最难解决的 都是住屋问题 如果他反正存钱来退休 不如让他早些拿出来买房 这样就会令到有些资金流回房地产市场 就比现在流失的多 日来的少 这样就对价格造成压力很大 这种压力 即是如果在价格上反映出来 因为你走的多 日来的少 你要走的人被逼以便宜一点的价格才卖得出 价格上的演变是可以造成金融市场的风险 所以政府都要密切留意 但我反而担心 施先生 我担心会不会有银行将来 因为又跌了价 又估不到价 不是很想借钱 暂时就未见这样的情况 暂时银行对做案揭都还是很积极的 当然他们的股价会铁市一点 以前借到的 现在可能会借少一点 但是我见银行仍然有现金回赠 有佣金给经纪 仍然在推广想做多些生意 所以如果现在人们买房子 要提醒大家 因为你迟上会 好像刚才你也说 施先生也说 你几个星期后跌一跌 可能你的股价就跌了 到时你上会的借钱 银行价就跌了一点 你需要足够的现金 因为跌市的时候 你越早上会越早批核 借钱早点锁定 就会稳定一点 刚刚施先生 你也说 用强积金一半卖楼 政府可能可以给 但是我们是地产行业 有坊间有人会说 是否出于私心 自己做地产就拆回地产 会不会有些政治考虑 像新加坡那样 令到香港人有多些归属感 去方便管治 你觉得你自己的原意 其实是如何 给意见 就从社会的利益角度去比 就不是我个人或行业的利益 传媒是有眼的 有判断力的 如果这些意见是纯粹 从私人利益出发 对社会是没有測考价值的 那传媒怎么会去引述这些意见呢 所以我觉得这些指控 起码我个人是不会理会的 我自己问身无愧就可以了 我是为了社会的角度去考虑 就不是说我说 我说就政府会听的了吗 不会的 就是不会一个人 纯粹为自己利益 说些东西政府会考虑的 这个不需要担心的 还有地产代理的力量很小 对政府的影响力也很小 之所以会有一定的影响 就是比如它言之成理 也都是反映着真实的市况 地产代理唯一的强项就是铁市 日日都要促成交易 对最新的市况有所了解 但是春光水暖压鲜枝 我伸着脚在水中 我觉得热定冻我清楚 好过慢慢去统计 我们是第一时间感觉到 拿出来说的 刚刚也有说到 现在师生你可能说 现在卖楼然后去收息 这样更好过买楼来收息 收租 现在有些想买楼的人士 两位对他们有什么忠告 如果你说 纯粹投资性的角度 现在买楼是有一定的风险 就是楼价进一步回落的机会 是存在的 所以这段时间 我都不奢望 很多人会投资而卖楼 但是有资产的人 他资产很多 他会做一些资产分配 就是楼价放多少% 股价放多少% 债价放多少% 现金持有多少% 你有新资产入来的时候 他仍然会有资产分配 都会做的 一些基金 他都会有平衡性的投资 所以这类型的资金 会入来大少很多 至于自住性 自住有自住的原因 大陆叫做刚性需求 即是硬的 你和女朋友说明年春结婚 都十一、十二月 都不买楼 你是不是想费约 这个就是他为了自己 有个安乐窩 等女朋友安心 他可能不考虑 那个价格上落那么多 譬如我个人 如果我要买楼 我现在有楼 当然不用买 如果我要买楼 又有钱买楼 我当然先买楼 因为我都差十多岁了 过多五年 楼价会便宜些 我买楼之后 住不了两年 那你当然早点买有好处 个人的需要不同 有些人买了自己的楼 去装修 都会落于去投资 好过租别人的楼 所以我们社会 很差的市场 都有人买 另外市场 经常都很真实 最差的时候 都有成交 股市跌很多 那个月是成交少一点 但是都有成交 市场上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可能想买的人 他自己看好 这个阻止不了 市场上经常都有不同的看法的人 所以你说 我可以给到什么意见 就是 投资不算好时候 自用 各有所需 你觉得 其他方面的需要 要大个投资需要的 你才去自用 你吃饭 会不会研究一下米价 米价 迟些便宜些 明年米会便宜些 你明年才吃饭 不会的 用有用的考虑 我自己觉得 每个人的投资 都会自己做决定 如果你用家来说 就一定要量力而为 以及看物业 是不是欺负你的需要 包括学校网 工作 但以你投资来说 就要看你现有的组织 以及你自己判断 你后市怎么看 比如你见到别人的意见 地产代理 银行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你自己一定要看自己的 长远意见 特别有些人移民 你什么时候卖楼 例如你多一层楼 那时 你又要配合当地的税收 这个都要想得清楚 不过 如果我们见到一些困难 有些人对自己过分信心 就是说 觉得想着实际没有问题 因为我担心 未来的经济环境 都不是那么理想 我觉得反而就是 你预算的时候 稳妥一点 比如你不要买这么大 另外也希望供楼的时候 自己都有些储备 我觉得在这个环境 应该生存到 就机会大些 当然有钱的人 另外就再因应自己组合 再决定 我觉得都问题不大 如果是安全计 这个时候 借贷的比率就不要那么高 如果你没有借贷 你是全资产 你没有风险 你不会变负资产 不是跌多少成 你是负资产 因为你都没有借钱 另外 楼也是一种实质的资产 英文叫real estate 真正的财富 你不用一定整天将它对付多少钱的货币的量 你问我有一层楼用得的自住 你可能以楼为单位 我有两间有三间 就不要化成多少货币 你的心理上就会好些 你不借钱就更安全 你就不需要这么计较的市价 上落 今天很感谢两位 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意见 我们下一次楼市事件再见